那歐四幾何 各位通常是在國三的時候學 國三 但是問題是 你們現在沒有聯考 那我們那個年代有聯考 聯考超喜歡考這個 明明他只有 只是三年級的一學期的課程內容 但是聯考有60%都喜歡考歐四幾何 所以你只要歐四幾何不會 你的數學就當掉 就可能聯考就會考得很差 那各位現在雖然沒有聯考 但是你們好像還有一次有一個測驗 可以用來決定說你到底可以去申請 或去念哪個學校 國中升高中的 國中 機測 雖然我們現在一直說 要不要就是什麼 就是 優質高中 然後 大家都有 同樣的高中練 然後 不需要去搶明星高中 但是最後呢 大家還是會想搶明星高中 很多啦 很多人還是會想搶明星高中 所以建宗的問題 一直還是在那邊 建宗在抗議說 為什麼不可以有明星高中 但是 最後決定你能不能上明星高中的 歐四幾何就是一個很關鍵的 數學領域 那 我剛剛講我們 我一直覺得不應該講 不應該在國中學歐四幾何 應該是在國中學布林代數才對 為什麼是這樣 等一下我們 我們的 邀請的 講者應該會 有可能會提到這個 所以我暫時先邁與觀止 那 國小的時候其實數學 大概都九十幾分 這很正常 因為念過國小的人都知道 每個人都九十幾分 所以這個根本就不是一個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 很普遍的事實 但是 但是 雖然這是一個很普遍的事實 班上總是有幾個人 他會是成績不好的 對不對 除了那幾個人以外 大家都九十幾分 通常是這樣 那等到了 國中的時候 我就突然變三十幾分 我就是那個人 到了國 國一下的時候就變三十幾分 國一上還六十幾分 國一下就變三十幾分 國中數學比國小數學是有點難度 我兒子現在剛好升國一 他今年開始念國一 所以我會寫這一篇 其實是因為 我兒子要上國一了 引起我的那個迴響 所以我就去把那個歐式集合拿出來再看 我覺得 這種東西對國中來講 好像真的有點難耶 問題是到底難在哪裡呢 其實 這個問題是我很多很多年之後 我再去回想 我發現 對 其實有些東西不難 但是老師講的不好 所以就難 有些東西是真的有難度 歐式集合就是那個真的有難度 但是有一些東西是不會真的那麼難 但是老師講的不好 你自己又沒有學習 特別去學這種東西 或者是有人教你 那就是不會 那我國一下就已經三十幾分了 之所以可以得到這麼好的成績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那我國二的時候 然後完全不知道什麼 連立方程式上面寫 2s加y等u s加y等於3 這種東西到底應該怎麼寫 各位應該都比我厲害才對 我一直到國二 這個東西對我來講 我完全看不懂他到底在寫什麼 所以 你要想想一個國二的同學生 如果他連立方程式不會 他的數學成績會怎麼樣 已經幾乎是確定的 因為這個東西是國中一年級 可能下學期就開始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基礎而重要的東西 可是 而且國一下之後 每次都必考慮立方的字 那所以我數學就剩三十幾分 那一直到二年級 可能是快期末了 二年級上學幾塊寂寞的某一天 很幸運的是我們數學老師請假 為什麼說很幸運呢 因為數學老師是我們班導師啊 那我們有給他取個綽號 在這邊不便講 那每次呢就 怎麼講 我就是覺得他教的不好 然後呢 可是我自己又不懂 他不懂的話 那時候 懂的同學也沒幾個 說真的我搞不清楚到底誰懂 但考試有些人就是考比我好 然後來來了一個代課老師 那個代課老師只教我們一天 就這位代課老師 他上了我們一天的數學 應該不是要一堂 而是一天的數學之後 就發現說我們很多都不會嚴厲方程式 應該說上了一堂 知道我們不會 他很驚訝 他就覺得 為什麼你們已經二上都快二下了 然後呢 那個一下的東西 你們居然都還沒搞懂 然後他就很想幫我們教會 可是這就有一個問題 你去想一想 你要教一個人聯義方人士 特別是教一個國中生聯義方人士 然後呢 你會發現 感覺好像很簡單 因為我們已經會 這就好像我在教你們程式設計的時候一樣 我每次覺得 這個好簡單的 都寫完了 然後呢 那同學 想了半點 到時候還是不了解你到底在寫什麼 對 就很正常會有這種情況 那所以你能不能把一個人教會 其實往往你必須要回到 回到你還不會的那個當時 對 你還能夠理解為什麼他不會 可是你早就已經忘記那個不會的當時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往往很難 就是說 有一個很矛盾的現象就是 你在這個領域特別厲害 那你就是沒有辦法交會其他人 因為你把太多東西都視為理所當然 可是那是因為你在這邊沉浸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後的結果 所以最容易把一個不會的人教會的是誰呢 就是那個剛學會的 剛學會的人最容易把不會的人教會的 所以我很喜歡在程式設計上面 用其他同學去教這個同學 這樣比較容易學會 所以你如果要問 你要問那個 你們在學程式的時候你要去問那個人 你不要每次都去問正哲對不對 正哲跟你講完之後 你說 蛤 蛤 你再說一遍 對不對 完蛋了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問那個 看起來 他就是 就是 我知道他本來不會 但是他 他 昨天好像學會了 我就去問他 他應該印象深刻 對耶我告訴你 有本不會是因為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你就想 欸對啊我就是這樣想 後來我會了 是因為這樣這樣這樣 喔原來如此 你就懂 OK 所以 由我來教程式 其實我覺得 好像不見得很好 因為 我們這種學過 已經超過 超過三十年的人 所以 那個有點困難 好 那還好這個老師其實 他一整天上我們的課 他就代替我們導師的職務 而且他國中有時候一整天都是導師課 那 不管是什麼課 英文課還是數學課 都是他上的 然後 他就每一堂課都拿來教連立方程式 然後 教連立方程式 經過整整一個薩母 老師就從第一堂講到第四堂 然後他要讓我們互相之間教 但是問題是職務幾乎沒有人學會 然後 所以老師也很挫折 教到後面我們都很挫折 所有人都很挫折 然後都撐在那裡 不知道到底該怎麼下 繼續下去 然後 一直到下午大概兩三點 三四點的時候 那人之間 有一半的同學會 但是我是還不會的那一半 我就覺得 超挫折的 老師已經教了我們連續六個小時了 我還是不懂 那 怎麼辦呢 後來 隔壁的同學會 他開始 我就問他 他就開始教我 然後 我還是不懂 我就覺得奇怪 我是 我是 特別笨還是智障嗎 那 突然之間我發現 哦 原來我知道那個s的意義 這重點是你不知道那個s和y的意義 一旦你突然之間理解了s和y 其實它只是一個可以動的 代表某個數 但是你可以調整它的值的那個東西的時候 突然之間你就懂 懂得這一點之後呢 你只要做一兩個範例就會 那其實往往 連立方程式一開始老師就教 呃 怎麼講 二元一次 其實你應該先教一元一次 你教了一元一次之後 學生懂了 你再去教二元一次就ok 但是問題是 你如果直接從二元一次開始 或一元一次沒有講得很清楚 就帶到二元一次的話 那就很容易完蛋了 我就是屬於那種 好 所以就在那一瞬間 我學會了一整年來都沒有學會過的連立方程式 然後呢 很多很多年之後 我才發現說 這個老師其實對我影響很大 如果沒有這個老師 你們今天應該不會在這邊上我的課 對不對 因為很簡單啊 我不可能會去 會去考那種大學 然後去又去念博士 然後又來這邊教書 這件事情 一個不會連立方程式的人是做不到的 但是這不代表是一個幸運 因為搞不好我當初沒有去的話 我搞不好現在是有錢了 也不一定 那這個難講 所以 所以你說那個老師 對我覺得他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而且我覺得是好的影響 那搞不好你賺了很多錢 但是你去賭賭場賭一次 然後你就身家破產 然後又變成那個對 然後還被追殺 這常常出現我們的社會上 這樣常常有這種狀況 好 所以如果當年我沒有學會連立方程式的話 我應該考不上好高中 進不了好大學 所以當天晚上下課之前 那個代課老師問我們一件事 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 那個代課老師問我們什麼事 他說 我沒有什麼錢可以吃晚餐 天啊他那麼窮你知道嗎 那時候的念詩專的人通常都是窮人 那時候是專科 專科就可以當老師了 所以那時候出來當老師都非常年輕 你看念兩年的專科 高中畢業念完兩年的專科 他就可以出來當老師了 所以那時候他幾歲 不到20歲 他就可以出來教書 那為什麼他會選擇這條路 為什麼會選擇念詩專 其實念詩專的人在那個時候成績都很好 可是問題是他家裡比較窮 所以他們通常會選擇說 我兩年之後出來就可以去交出賺錢 所以他沒有選擇去念大學的是念詩專 因為他知道我可以很快就可以得到薪水 可以幫助家裡 通常念詩專那時候是這樣 那所以他很窮 然後他說有沒有人可以讓我去你們家吃個便飯 因為我今天口袋裡完全沒有錢 那我那時候很想舉手 可是我又不敢 因為第一個 我沒有跟我媽媽講過 第二個 我家也很窮 第三個 就是突然之間帶陌生人回去 是我沒有做的事情 那雖然是老師 但是還是沒有做 特別是老師 因為總是學生對老師會有一個 感覺很少會邀請老師回家的 我是屬於不太敢 所以我就錯過了這個機會 那更慘的是 我已經忘了那個老師到底叫什麼名字 我只記得是一個男生 是一個男老師 師專剛畢業來實習的男老師 所以這件事情就有點遺憾 那就是因為我沒有舉手說 來我們家吃個便飯 就這樣 那這裡好像離題了 因為我們的題目是歐式幾何 到這邊我們只講了聯力方程式 所以我們的題目是歐式幾何 我卻在講聯力方程式 不過科普的書就有這種好處 所以我現在寫這種投影片 也是有這個好處 就是你在講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重點不在於說這個東西 我一定要講得很透徹 講完或很正式的把它講 而是你想到什麼 你那個東西就可以講 講一串故事出來 那所以常常會離題 科普的東西也常常會離題 但是這沒什麼 我聽說那個雨果在寫悲慘世界之後 我沒有看過悲慘世界的原著 但是有一個同學 他跑去看悲慘世界的原著 他告訴我說 老師 那個悲慘世界的原著 如果你看的話 你第一本可以不要看 為什麼第一本可以不要看 因為悲慘世界的原著 第一本呢 如果只在寫那個神父 對啊 呵呵呵 我怎麼看 他現在寫什麼 對 那只在寫神父 所以 所以根本上萬強都還沒出來 對 那第一本就通常是 你漏掉也沒太大影響 所以 我覺得雨果可能就是落入這樣的一個情境 他就講一個故事 然後突然之間呢 他想講上萬強的故事 講到最後他變成在講神父的故事 然後最後怎麼辦 他就再把他拉回三幻想的故事 繼續講 對 那 有時候是這樣 但是那個 呃 呃 有時候是 更更離奇的 你知道金庸 在寫 寫金庸的那個一系列 黑血年天色白鹿的那個 武俠小說裡 他就 他是 在什麼情況下寫的 因為金庸他是明報的創辦人之一 明報是香港新加坡這個華人圈的一個報紙 那 明報的創辦人 他創辦這個報紙 其實我辦過雜誌 我完全可以體會金庸的心路歷程 那我辦過城市人雜誌 那時候我每個月都要寫一堆城市的東西給人家看 然後呢 你就會 就會要求自己 逼自己要做一些 做一些東西給人家看 那 金庸他們 既然是明報的創辦人 他們就說 欸 那問題是明報 如果都只寫一些什麼新聞 時事啊 論證啊之類的東西的話 那銷路不太好 那報紙都有副刊嘛 對不對 所以金庸那時候就開始說 好吧 那副刊 邀請作者 可是很多作者都說 你每天都要跟他吹稿很累啊 因為你知道作者 現在就有人在跟我吹稿 吹稿很累啊 那你 你既然每天都要吹稿 花那麼多時間去吹 那你不如 算了 唯一能夠穩定的來源就是自己來啊 自己來永遠都不用吹稿 所以但是你要吹自己稿 那你就 就自己寫 所以金庸本來不寫武俠小說 後來他是辦報紙 他是有政治的那種想法的人 但是後來他們就 就決定自己下海來寫武俠小說 那為了吸引讀者 那為了增加報紙的銷路 之類的各種原因 然後他就開始寫 第一本或許是 或許是那個 啊 金庸的第一本算是什麼 我印象中可能是 可能是那個 比較短的那兩本 一個是 連城訣 一個是 一個是 有一個人被帶去什麼島 然後那個 蠟巴舟的那一個 霞克寫 霞克寫 對對對 對 對對對 可能是那兩部集中之一啊 我忘記是連城訣還是霞克寫 所以他就開始寫 那但是金庸有一陣子他出國 他出國的時候他正在寫什麼 他正在寫那個 寫那個天龍發布 那問題來了 他寫天龍發布 寫到一半他就出國 他怎麼辦 不能 他出國的那個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他沒有辦法繼續寫他的連載 然後他就說 好吧 既然這樣的話 就找代班 對 像 那然後他就跟寧寬是好朋友 然後他就說 好 那寧寬你來幫我代寫好了 寫槍手 對不對 結果 寧寬就說 好沒問題了 這有什麼問題了 我幫你寫了 沒問題了 寧寬是出國啊 寧寬就出國了 寧寬就出國了 寧寬開始寫那個明報的五小小說 問題是你一定也知道寧寬 他的 他幾乎沒寫過五小小說 他的五小小說 我也沒有看過他寫的五小小說 但是聽說當時的連載很閒 從那個天龍發布那個段譽啊 喬峰啊之類的 從武林世界開始 然後 寧寬接手之後 就一路 劇情風迴路轉 然後呢 到最後寫到外星人都出來 然後 哇 這 金雍回來之後傻眼 這個外星人的劇情 我應該怎麼繼續接下來 然後 就覺得 算了 我沒有辦法接 我真的接不下去 從外星人 我沒有辦法再接回 接回天龍發布了 我沒有辦法接回段譽的劇情 他就直接在明報上面宣布 不好意思 我得承認 我們 從幾月幾號開始的連載 是我請尼匡代班的 嘿 那 這一段劇情呢 我覺得我接不下去了 所以 我們只好重來 我們回到那一點 繼續重新寫下來 好 就這樣子 所以你看我來看到的天龍發布 是這樣出來的 嘿 那這很常見 那你如果去看數學史 你會看到很多這種 情況 你就會覺得 他比較有趣 他比較人性 不是 不是那麼硬方方的 那種一條一條的公式的那種東西 哦 是 進入第一本的書建和醜入 哦 書建江山對不對 ok 對對對 書建和醜入 第二本是避寫劍 哦第二本是避寫劍 好 ok 然後再來咧 再來 就社交 啊這麼快就射雕了 你終於射雕了 我也很驚訝 對啊 射雕我記得是比較後期的耶 嘿 然後 雪山 雪山 所以雪山是第四部 對 不過雪山好像是第一本明報的 哦 雪山是第一本明報 ok 前面是《新王八》或是《象牙江報》 哦 原來如此 所以雪山是他們創報之後 他自己下去 對 對 了解 然後 其實每一個作者都有他的風格 如果你自己去寫小說你就知道 那尼匡就特別喜歡寫 特別會寫科幻的 金庸就特別會寫武俠的 那你有沒有聽過金庸寫愛情 你沒有聽過但是我看過 有一次我在報紙上面就看到金庸寫了一篇 愛情的不算連載是單篇的 我看了怎麼寫得這麼爛啊 對 這 沒辦法 金庸寫就是只會寫武俠的 那寫愛情的時候真的是看不下去 對 對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風格和路線 所以 各位 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做不好 你不用太在意 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東西 自己的特質 你不用太在意說 我沒有辦法做那件事情 像最近我的 就要提到 我們在成大的一個好友 網友 那 他前幾天發了一個問說 因為他高中沒有畢業 沒有 應該不是沒有畢業 有畢業啦 但是沒有拿到證書 證書好像不見了 然後後來現在在大學教書 當獎師 然後 然後所以 因為大學裡面大家 注重的是論文那些東西 然後但是他所做的 他是在寫作的一系統 在寫程式的 他寫程式的 問你是到了這邊 你知道 比爾蓋茲好像有說過 我不知道 不確定啦 因為比爾蓋茲說過的東西很多 都是比爾講的 都不是他講的 那有一個比爾蓋茲曾經說過的傳聞 是這樣子的 大學文憑 你覺得不重要嗎 通常 你之所以覺得不重要 是因為在你已經成功之後 你當然可以覺得不重要 但是 你還沒有成功之前 通常 你沒有辦法覺得他不重要 因為別人會用那個來評價 所以我們 我記得我上次看到一個 那個四格漫畫 不是漫畫 是四格照片 那照片 第一張是比爾蓋茲 第二張是那個賈伯斯 第三張是那個臉書的 老闆叫什麼卓伯克 那他說 他就是第四張 是小七的店員 然後呢 他就寫 大學畢業 不是 大學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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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畢業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這個就很諷刺 他說 怎麼感覺好像有點道理 可是如果 如果是因為 你是因為這樣子 就休學了 那 那 那 對 不一定 就是因為 因為 確實有這種現象 確實在那種特殊的 特異 特異功能的人類裡面 你確實看到了這個現象 但是呢 這不代表它是一個 一個 可以放到一般領域裡面 去檢視的 一個東西 所以 所以每一個人怎麼對 看待文憑這件事情 其實 是很難 沒有一定的準則 好 回到這裡 我們故事實在講 差得太遠了 好 那歐式集合和聯力方程式 是我認為 國中最容易卡關的兩個地方 聯力方程式是第一個關 這個關 其實 不難過 很容易就可以通過 只要你搞懂 變數 的 那種 概念 你就很容易通過聯力方程式的關 但是歐式集合是一個很難通過的關 因為它有很多東西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個是因為國中 考試導向的交板 導致我們幾乎很難學會歐式集合 這點 你沒辦法 現在沒辦法體會 我這邊就是要講這件事情 那只要你過了這兩個關呢 就沒什麼問題了 但是 我一直到現在 我都還很怕歐式集合 各位會覺得 搞不好有人覺得歐式集合很簡單 但是 我覺得其實那是一個不得了的領域 非常有深度 非常 非常 你在它的前面 你必須要懷著一種敬畏的心理 你不能夠說 OK 我就覺得這東西根本就沒什麼 我沒有辦法講出這種事情 那一直到我看了這個數學是什麼 我開始覺得 這個數學好像還有點有趣 我們國中時候會教啊 教三角啊 圓規啊 所以 國中生都要帶這個東西 你們那時候有嗎 有嗎 那 這種就是歐式集合 可是 我國中的時候根本不知道這個叫歐式集合 你們知道這個叫歐式集合嗎 不知道 所以 就很有趣很妙的一個地方就是 我發現 我們學的那些數學 他都 很少告訴你 這個東西在歷史上面真正的名詞 對 但是我們就看到了那個數學 一個一個的公式和一個一個的 的計算和定 那我只知道我寫的這個名題呢 我就覺得 我已經盡力了 我很盡力在寫這個這個名題了 但是老師就給我打X 然後他也沒寫說你到底為什麼X 然後我心裡就XXX 沒看法 就 在寫這個之前 我前一天在寫這個 然後就在看那個課綱 然後 知道 歐式集合還在課綱裡面 沒錯 這就是國中的課綱 這個字有點模糊 我這邊看得到你們那邊可能看不到 一開始 在幾何的部分 能理解幾何形體之定義與性質 能指出滿足給定幾何性質的形體 能透過形體之 什麼性質 我看不太清楚 判斷不同形體之包含關係 這就是課綱裡面的那些內容 他希望你要能夠做到的部分 所以老師會想辦法把這個每一個東西當成一個主題 把你們交會 那我覺得我們太在意這種東西了 結果 反而 你的數學就完全沒樂趣 你的其他領域也完全沒樂趣 最近我兒子上國一就是這個樣子 他上個禮拜跟我說 好吧 我有點不想上學 其實我是允許這種事 問題是 我就後來跟他講 你不想上學 你也知道弟弟 四年級的時候 曾經在家自學過一年 OK 那 他呢 自學的那一年我什麼都沒管他 他在家裡呢 就只做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看小說 一件事情就是打電動 那 那 我覺得那種方式不是一個好的方式 那如果 我覺得你現在會想這件事情是很好的事情 你會反思說我不要上學 那我可以允許你不要上學 我們也可以申請在家自學 但是 你要去規劃自己的 到底要做什麼 你能夠 能夠 至少 可以找出一個我想嘗試的 的面向 那我們就來申請 我不希望在家自學只是 在家裡打電動 或者是看小說 結果跟他講完之後 他就沒有再跟我提了 其實我在等著他再跟我提 如果他再跟我提 我就會同意 因為 因為我覺得他想過 好 那國中的幾何證明 我覺得 我們現在當然會對這種方式有很多抱怨 但是 但是其實叫我們 我們 我們去提也沒辦法提出一個 說很完美的方案 因為很多方案你想起來很好 一實施下去 不得了 會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出現 像這題 103學年度高中特招的集合考題 這種題目各位應該 有印象 雖然你看不清楚字 但是一看到三角形 有一堆點 你就會有印象 對不對 你知道這是 張海潮是台灣大學 數學系的退休老師 他出來解這種高中特招的集合解 所以你說這種東西會很簡單嗎 我覺得 一直到現在我都覺得 他是很不簡單的東西 這一題應該看得比較清楚 因為字比較大 三頂點 四邊形ABCD的面積為何 AD12 BC35 這兩個都是指甲 那 還有什麼問題 這裡 圓的半徑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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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馬上可以解出來嗎 可以嗎 可以嗎 AB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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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AB16 680 680 680 哦 了解 因為你們有技術的關係 因為半徑應該是十 那半徑是二十 半徑是十 半徑是十 直徑是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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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直徑二十的話 那這邊應該是六乘以二和八乘以二 這是十二 這是十六 OK 有人很快的就看不出來 我看不出來 這個東西我要想很久 第一跟第一點要先證明 證明是做他的直徑 對 因為這個是直角 只要這裡有個直角的話 只要這裡有個直角的話 在幾何裡面就是直徑沒錯 對 所以可是 所以你這一題的關鍵可能就是你要看出BD是直徑 對 BD是直徑那後面你才有辦法記 可是這裡還是有個問題 就算BD是直徑 那你怎麼知道他一定是六八十呢 BD是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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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就對了 只要這邊和這邊確定就OK 沒錯 OK 所以這裡其實有很多的推論對不對 那這裡就有一個問題 你學過了很多這種東西 很多齁 很多齁 那 問題是 歐基里德 在幾何上面 到底做了什麼事 你 為什麼這個幾何叫做歐式幾何 為什麼要用他的名字 他揮納出定理 揮納出定理 這是一個貢獻 但是不只這樣 不只這樣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看 好 這也有了 不再看這題了 那這個 一題一題 我覺得一題 我都要想很久 沒辦法很快的解出來 那 大部分的人恐怕看到這個 也都是會那個 想很久 那通常那種 很快想出來的 其實你都 應該是 國中的成績很好 可以 很快的 解答出這個 我沒有很好 國中的這個 這部分很糟的 那老師特別愛考幾何題 你看這個 報導 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這今年的 五月九號的 會考 出題重點在哪 幾何在國中 數學比重不到三分之一 會考有一半是幾何題 OK 所以 這裡 就有 所以 求解幾何題到底重不重要喔 說真的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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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仁見智喔 你說 對 你問一個中學老師說 求解幾何題 中學數學老師說 求解幾何題重不重要 中學數學老師應該會跟你說 好重要啊 那你問那個 牛肉麵店老闆說 求解數學幾何題重不重要 牛肉麵店老闆跟你說 那是啥 對 所以 到底有沒有重要是看人的 看人的 同樣的 你說 程式設計重不重要 你來問我 我就說好重要啊 那 你拿程式設計重不重要 去問周星馳 周星馳說 蛤那是啥 對不對 一樣的 所以 不會這些幾何題 會影響你 多深呢 這一直就是學校教育跟 跟我們 社會之間的一個 一個 什麼講 我們一直覺得它有關的東西 但是 如果不是那你為什麼要學幾何 又一直做幾何題 而且每個人國中都一定要做 你不可以不做 因為 因為會考 而且會決定你 能不能升學 真的 可以升學 就一定要會幾何嗎 你看我剛剛那一題解不出來 我還不是在這邊上大學 大學教書 那 那 你說那個是不是很重要 對 但是 你說它不重要 其實我覺得這不是重要的 不重要的問題 而是 那是一種樂趣 然後 那是一種淵源流長的 的 的 系統 你對這個淵源流長的系統 你 有沒有 有沒有去欣賞它 有沒有辦法 就是 說 OK 我把它 把它 學好 我就是想把它學好 不為什麼 我就是想把它學好 有沒有 沒有 另外一個原因是 我們的學校教育體制的系統 到底是怎麼出來 我問你喔 其實我爸爸那一代 我爸爸是出生在1923年 不是1923年 是民國 23年 1934年 OK 1934年 台灣還是日本統治的時代 OK 一直到1945年 日本才 才退出嘛 所以我爸爸是受 小時候是受日本教育的 對 那 他有念到二年級 然後 後面就沒 沒繼續念 因為那時候 太窮了 家庭 常常就 沒有辦法繼續念 他 他9歲 就出來 9歲 還是11歲 就出來修理匹學 所以 不可能一邊修理學 一邊唸書 這很正常 所以 就是這樣 可是 到了後來 其實每個人都唸書了 所以就 變成每個人都要學這個 那 一直解題 一直考試 我其實不太喜歡那種數學 那我比較喜歡的是 故事性數學 你數學沒有故事 我就不太喜歡 數學有故事 我就聽得下去 但是現在慢慢的 我有一個目的 為什麼我上這門課 很簡單 就是因為 我希望把我會的那些數學 通通都程式化 通通都寫成程式 所以我上這門課 這 這有點弔詭 為什麼 你們應該是期待來這邊 聽一個 在這個領域已經 已經很強大的人 然後來告訴你們 其實這個 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我這個領域很強大的話 我講的東西 你們全部都聽不懂 所以 我覺得 每次我教一門新課的時候 我都教的特別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是剛在學的時候 我教那門新課 剛在學 結果我教完 效果通常特別好 等到我教了五年之後 效果都很糟 往往是這樣 所以各位上到這門課 算是幸運 算是不幸 我們學的幾何呢 就是歐式幾何 但是這個要回到2300年前的 希臘時代 那西洋歷史通常會從希臘時代開始 那為什麼西洋文明要從希臘時代開始 這個問題你要從西洋人的角度 西洋人到底是什麼人 我們現在講西洋人西洋人西洋人 西洋人到底是什麼人 孫悟空算西洋人嗎 或者是非洲人算不算西洋人 那美國人你算不算西洋人 澳洲人又算不算西洋人 所以這裡其實很難回答 一般我們的西洋人歐洲人 是西洋人 所謂的西洋人 一般我們會指的是歐洲人 但是他經過15世紀的大航海時代之後 移居世界各地 包含從英國的清教徒移居到美國 不只英國清教徒移居到美國 其實德國各國都有移居到美國的 美國很大 那另外 後來英國的囚犯流放到澳洲 澳洲就變成一個囚犯的後代的國家 但是很多這樣子的情況 包含西班牙葡萄牙爭奪地盤 所以現在其實你去看世界地圖 你只要把它分成西班牙語區 葡萄牙語區 英語區 法語區 大概就整個世界地圖一目了然了 對 俄羅斯語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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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俄羅斯語區 那 這個 歐洲人經過文藝復興之後 開始發展就是近代科學 然後完成工業革命 那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 讓歐洲人變成世界強權 對 然後把歐洲文明放射到全世界各地 這其實對我們來講影響很大 影響非常大 舉個例子好了 你有沒有想過 一年為什麼要有365天 然後為什麼要有論年 OK 這個可能你知道 好 那問題是為什麼 一月大二月小 三月大四月小 五月大六月小 七月大八月大 九月小 怪怪的 不是應該七月大八月小 這個立法是 就是日立的立 這個立法 是從哪裡來的 前立立 盧略 盧略 盧略立 盧略是誰 誰是盧略 盧略這個是一個人嗎 還是他是一個 其他地方借用來的詞 這個叫盧略立 對 但是盧略其實是個人 而且你一定認識 你只要念過西洋歷史 一定會聽過這個人 他的重要性不比拿布人低 但是他比較長 五羅馬時代你認識哪些人 各位盧略就是凱撒 凱撒盧略 好 OK 所以為什麼叫盧略立 其實就是凱撒立 那為什麼八月會是大月 因為凱撒的生日在八月 所以八月一定要大 後來呢 凱撒的繼承人安東尼說 既然凱撒你都大了 我怎麼可以小 我的生日在七月 所以七月一定要大 所以七月大八月大了 好啊 好 就這個原因 很奇怪的原因吧 那所以其他的地區 通通都被這個 大航海實在捲入 那我知道中國都經過鴉片戰爭 阿國聯軍 那台灣其實也被荷蘭人和西班牙人統治 1895年還從賈魯戰爭之後就變日本人的 日本也經過西亞文明的入侵 你以為日本就這樣很平順嗎 其實他們算比較平順的 可是他們其實是在一個非常奇特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聽過黑船事件 黑船事件對日本來講是一個非常 非常重要的轉折點 那馬修培里 帶著黑船 進入日本 然後簽訂神奈川條約 強迫幕府開港 幕府是什麼東西啊 幕府就是 大將軍 就像董卓一樣就對了 你把它比喻成三國時代就是董卓 但是我這個董卓不是馬上就死掉了 因為我們那個三國的董卓死得太早 然後後來變曹操 他就是曹操啦 OK 但是這個曹操撐很久 他一直都沒有撐帝 他說你當你的天皇 我當我的幕府 大將軍 OK 所以他們這個幕府持續了六百多年 然後有一天1853年 美國的馬修培里進來之後說 我要跟你們做生意 你要讓我停泊 然後呢 其實在這個之前 英國法國都有這樣子的請求 但是日本一直不同意 美國人就不管你了 我就強行進入 然後這個 最後導致幕府整個滑稽 崩潰 整個日本歷史完全改觀 幕府一直傳承到那個時候 幕府的勢力開始比較弱了一點 但是還沒有到很弱 幕府勢力到比較弱的時候呢 這時候西洋 西洋的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 英國人 荷蘭人 通通都從香料群島往上 香料群島是哪裡 就是那個 印尼 從印尼往上 一路到台灣 然後要再往日本 然後你就發現說 那時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你看鄭成功的時候 鄭成功的時候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對於鄭成功而言 他本身 他就是國王 鄭成功 但是他認同明朝 他說我尊明朝為皇帝 那鄭成功為什麼有辦法有那麼多資源 他有三五艘海五艘 每一艘船要下水之前 每年都要繳三千兩給鄭成功 才可以下水 海上就是他的 整個台灣海峽就是他的 你不交錢 你不能下水 你一下水我就把你打扯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鄭成功為什麼那麼多資源 他靠著做生意 三五三把這邊的貨物運到這邊 再把這邊的貨物運到這邊賣來賣去 賺很多錢 同樣日本的南部 有一些繁組 他也在做這樣的生意 他們也賺很多錢 那其中四個繁組 一個是薩摩番 長洲番 土錢番 土什麼番 土左番 肥錢番 之類的四個番 他們就逼幕府 你要大政奉還 把執政權交還給天皇 為什麼他們要逼 因為他們跟幕府之間本來就有衝突 所以 這個事件其實導致煞長土肥崛起 幕府衰弱 天皇得到他象徵的權利 那東南亞早就已經是歐洲就是為了這個來 那這個都跟歐洲強勢崛起有關 那歐洲為什麼強勢崛起 一個簡單的看法是他們發展了強大的科學和工業 可是 為什麼他們可以發展出強大的科學和工業 其實一直到15世紀他們都還不是很強 16世紀也還不是很強 其實一直到了日本開始轉變 這時候才可以感覺出他們真的變強 日本開始轉變已經是1853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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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年前而已 不到200年前1853年 所以從歐洲人的角度而言 他們是 之所以變強 希臘時代是他們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 那為什麼這些東西和希臘有關 這個關鍵其實在數學 我們一直看數學好像沒有用 但是你到最後你會發現他到處都可以用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歐洲數學源於希臘 希臘數學最揮煌的就是幾何學 那希臘幾何學極大成 就是歐基里德留下的一本書 叫幾何原本 這本書寫在公元前三百多年 比耶穌早了三百多年 但是他卻留下來 那時候寫的東西可以留到現在 你要想想那個 到底中間經過了什麼樣子的問題 這個世界上能夠留下來的那些東西 除了聖經以外 其他大概都沒有什麼留下來 聖經為什麼留得下來 是因為羊皮捲 那歐斯幾何為什麼留得下來 他其實有一大串的故事 所以當光緒百日為信的時候 很多人就在想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可是我們一直想學人家製造純劍大炮 但是沒有學背後的理論 結果一打就慘敗 那甲午戰爭清朝輸給日本 其實很難歸咎於某一個原因 譬如說科技 其實他們花了很多錢 他們的船也比別人大 如果要比大的話 清朝絕對是贏 事實上日本最後用小船打贏你 所以數學和科學 這是歐洲文明的精華 幾乎所有的 不管你做工業做學術的人 都會發現數學的重要性 那國中開始的幾何學 會從歐式幾何開始學 那難道真的就有其他幾何學嗎 這個就是國小剛剛講到的 有啊 但是這個幾何學 經過了兩千多年 我們才出現了其他幾何學 歐式幾何之後經過超過一千五百年 都沒有太大的新發展 但是後來一直到迪卡爾提出解析幾何 有一個不同的觀點看幾何學 解析幾何是什麼 其實就是代數幾何 我用代數的想法去看幾何學 一個點是有一個數值做標 經過加減乘數之後 我可以算出一個圓 或算出一個三角形 或之類的 或把這個點移到那個點 那到了非歐幾何學 就是 他在質疑 歐式幾何的公理系統 為什麼每一條都一定要對 我可不可以不要這一條公理 我如果不要這一條公理 我用另外一個公理 它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那個歐式幾何它的規定就是 直尺圓規三角板 這種幾何其實 這種幾何 這種幾何是有原因的 五代人不會有直尺也不會有圓規也不會有三角板 這種幾何是源自埃及 埃及一條繩子 把一端點固定畫一個圓 一條繩子可以畫直線 就有直尺圓規三角板的作用 要做一個 直角要怎麼做 因為他們沒有三角板 對不對 你用三角板直接畫就好了 他們沒有三角板要怎麼做 你們一定都學過對不對 先一條直線上面 畫兩個圓 然後呢 那兩點連起來 這一定是個直角 對啊 那解析幾何就是 經過一千 幾乎兩千年 沒有人用這種角度來看 所以迪卡爾提出來 為什麼你不用坐標 來看這些幾何的點 所以就出現解析幾何 通常我以我們的數學而言 解析幾何是在高中 在高中的時候才教 柏中先教二十幾何 但是我發現 其實解析幾何比二十幾何簡單 那二十幾何我覺得很難 那非歐幾何它是從歐式幾何的 五條公設裡面 把平行公設拿掉 所發展出來的 這就是羅巴契夫斯基的 羅式幾何 羅式幾何就是橢圓 不是橢圓 是那個雙渠幾何 雙渠幾何 那另外有一套是橢圓幾何 那兩個是有不同的公設 雙渠幾何是說 柏一個點 柏一個直線外一點 可以做無限多條的線 跟這個線平行 第五公設說 柏一個點外一點 只能做一條平行線 跟這條線平行 但是非歐幾何說 柏一點以外的一點 可以做無限多條的線 跟這條平行 你會覺得 怎麼可能做無限多條 明明只有一條 你稍微寫一下 它就有焦點 對不對 這裡就是問題了 所以兩千多年來 都沒有人發現 這種事情 這裡其實牽涉到 什麼叫公理系統 歐洲文明從希臘到文藝復興 中間斷了不只1500年 然後呢 這1500年幾乎都是羅馬時代 基督教時代 所以你每次看到那個科學史 那一定從文藝復興開始講 文藝復興一定會追溯前面的希臘時代 OK 那一直到歐洲文明 大航海時代 開始發展出工業革命之後 其他國家開始引入歐洲的那些文化和制度 然後從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時代 開始提出了國民義務教育 然後國民義務教育的雛形被引到德國 成為一個比較有細狠的東西 然後德國的國民義務教育被引到日本和台灣和中國 所以我們的制度是從那裡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和歐洲人一樣都要學幾何 是源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傳統 我們很少會說我們國中學的是歐式幾何 也不會去念幾何原本 但是我們如果只是要把歐洲的那一套 強行塞入學生的腦袋裡面 我覺得這事情不通 因為一旦被強行塞入 大家就不想學 可是不強行塞入呢 大部分的人也不會想學 這就是我們當老師最為難的一個地方 你到底要不要強行塞入 所以其實我非常建議中學生應該念科學史和數學史 我還寫了一篇這個 在寫這篇的前幾天 那科學史 你才能了解西洋文化的發展背景 和歐洲文明的邏輯 你才能知道希臘怎麼樣子 銜接到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 那另外是 應該稍微看一下幾何原本 不需要買 你只要欣賞一下 去圖書館把這本書拿來欣賞一下 它到底在講什麼 像今天我去圖書館 結果圖書過期被罰了75塊 然後那個 然後我又再借了一堆書 其中有一本是天庭運行論 哥白尼的 這種東西要拿來欣賞一下 到底哥白尼當初為什麼 會想這些事情 那為什麼要讀集合原本 幾何原本有哪些是中學幾何沒有講的 那最精華的就是公理系統 這個東西呢 等會我們有人會講 所以我很快帶過很快帶過 不過我是不是用了太多時間了 哎呦還好耶 時間剛剛好一分鐘之內講完 那幾何原本它是從 第一本從公理系統出發 透過嚴格的邏輯推論 推導出豐富幾何定理的聖經 那這個幾何原本比耶穌還早 凡是比耶穌早的書都值得看 真的 你會留下那麼多久 一定有它的道理 那幾何原本這本書在西洋出版領域 具有應行量僅次於聖經 我買到的那個 簡體版的幾何原本 好像它上面就寫發行量五十萬本 那五十萬本是中文本 那全世界發行量多少本 很難講 那它很清楚的闡釋怎麼樣子 透過公理系統來推導完整數學體系 那問題是 到底什麼叫公理系統 這是幾何原本 1570年的版本 裡面有很多圖形 當初你看字都寫在中間 圖形都印在旁邊 這是他們當時的印刷方式 那甚至它有原稿 原稿是這樣的 這個到底是什麼 是紙嗎還是皮 我也不知道 我手上的是這一版 這一版 其實蠻貴的 但是我寒假回去還是把它買下 那我很少看它 我偶爾才會去翻一下 稍微欣賞一下而已 那另外有一本書這一個 我就真的把幾何的部分看完 前100頁也是幾何的部分 把它看完 這本比較濃縮精簡一點 那幾何原本裡面的幾何學 各卷大概是這樣 第一卷幾何基礎 第二幾何一代數 第三卷圓一角 我把它講完 那你要休息你可以先休息 那OK 它一開始就開中民意 定義了 這些東西 第一個有23個定義 後來發現這23個定義 其實不重要 它有5個公社和5個公理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講說是10個公理就好 公社和公理沒有一定要區分 只是歐基里的把它區分了 但是其實它就是10個公理 那公社的第五條就是平行公社 這五條公社是這樣 從一個點向另外一個點可以引一條直線 任意線段能無限延伸成一條直線 給定任意線段可以給一個端點做圓心 該線段為半徑做一個圓 所有直角都相等 若兩條直線與第三條直線相交 並且在同一邊的內角之和小於兩個直角 則這兩條直線在這一邊必定相交 你會不會覺得前面四條都比較容易理解 第五條不好理解 第五條反過來說就是 通過一個不在直線上的點 只有一條不和該直線相交等直線 也就是平行線 所以第五條通常被稱為平行公社 這一條引出後來的非歐幾何 五條公理其實就是跟幾何比較沒有關的東西 它比較像代數的 說同一事物相等的事物相等 不是廢話 相等的事物加上相等的事物仍然相等 感覺也像廢話 可是我們的數學就在這樣的廢話之中建構出來了 你不覺得很神奇嗎 相等的事物減去相等的事物仍然相等 這在規定減法 一個事物與另一個事物重合則他們相等 這在規定幾何形狀的相等 整體大於局部 五條廢話 連乘五個公里 它有二十三個定義 點是不再可以分割的部分 線是無寬度的長度 這些到後來證明 這些基本上都可以不要 非歐幾何也就是把這些定義通通都拋開之後 才能夠發展出來的 寫完這些幾何原本就開始一直證明 一路證明 所以裡面真的就是像數學課本那樣的數學 這個是希臘文和英文版對照版 在網路上有 這是這個對照版上面的 用定義15和公里1 就可以做出命題1.1 以至於線段可以做一個等邊三角形 就靠這兩個圓的焦點 就可以做出一個等邊三角形 它可以證明是等邊的 接下來命題1.2 從一個給定點可以引一條線段等於已知的線段 這個證明就用到前面的1.1 還有用到剛剛的公里和公社 會不會用到定義 其實不需要用定義 然後一個接一個證 每個證明就只能使用定義公里或公社 或者是前面已經證明完畢的定義 這樣它就有一個很強的系統性 所有這個世界真實的一切 通通都是從公里和公社 沒有例外 而且不會有循環認證 什麼循環認證 這個 對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A是對的 A為什麼是對的 因為B是對的 那B為什麼是對的 因為A是對的 這是直接循環認證 另外一個說 A是對的 A為什麼是對的 因為C是對的 C為什麼是對的 因為D是對的 D為什麼是對的 因為A是對的 那這個論證 你很清楚的知道 它有問題 好 這個循環認證 不能拿來做證明的基礎 幾何原本 當然不會有循環認證 那在第一卷的最末尾 命題1.47 歐吉里德證明了B4定理 用這個圖 那你看起來 中學我們都學過B4定理的證明 但是 他要你知道 命題1.47 他才證明B4定理 其實B4定理沒有那麼簡單 就這樣子他證明了 第一卷48個命題 是基礎 第二卷14個命題 是幾何和代數 第三卷37個命題 是源於角 第四卷16個命題 是圓和正多邊形 第五卷25個命題 是比例 第六卷33個命題 是相似 但是還沒 他總共有13卷 他甚至有數論 有立體幾何 所有當時所知道的數學 全部被寫到這裡 那歐基里德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系統化的方式 總結了希臘時代數學家的成果 把數學打造一個 變成一個非常堅實 非常 無懈可擊的系統性學問 當然如果你從現代的眼光來看 會覺得他還是有懈可擊 譬如說 非歐幾何明明就發展出來了 但是 那是歐基里德沒有錯 因為他加了第五條的公色 拿掉那個才有辦法發展出非歐幾何 這就是幾何原本的貢獻 所以你在讀幾何原本和讀完科學書之後 我其實發現這個公理系統的角度的東西 是數學的精華 它很有用 那不然就會訴諸權威啊 老師講的就是對的 我學生做的就是錯的 為什麼 我也有這個疑問 現在我是老師的 難道我就變對了嗎 這不是數學 這是政治 對不對 所以從小學到大學 從來沒有一個老師教我 數學公理系統是什麼 嚴格證明是什麼 每次的證明我都做我的比賽啊 因為這樣所以 好結束 我覺得很完美 那老師就給你插 我覺得這種數學訓練不好 不好 但是因為我們每次都要在五十分鐘裡面證完二十個考題 誰有時間去從公理系統出發啊 把公理系統寫完那個考試就不用考了 但是缺了公理系統整個數學大廈就是好像建築在沙地一樣 所以學歐式幾何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你從那些看起來根本就是廢話的基礎的公理當中 你居然可以推論出這麼多這麼多的東西 包含像壁式定理 其實我一直覺得壁式定理是非常偉大的一個東西 那它居然可以從剛剛那五條公色和五條公理看起來全部都是廢話當中推出來 這是很偉大的事情 所以透過幾何原本你要去感受那個數學的優美性 幾何原本做到讓你完全可以感受數學的優美性 當初羅素為什麼會想學數學 小學的時候其實他一度都很想自殺 但是他覺得可是我還有一個東西我想學就是數學 所以是數學就了羅素 如果沒有數學羅素就自殺 但是不是每個人會這樣 應該很少人會因為會像羅素那樣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比較重要 所以我的課堂我現在幾乎都不考試 原因是在這裡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欣賞它的美麗 那我覺得你這堂課就是淡掉 那我不會真的把你當掉 但是就是這個是很容易就知道的 你問自己沒有 我有沒有喜歡這個 或我不喜歡這個 你這個很容易就知道 那這些數學看起來沒什麼用 但是如果你把數學從物理抽掉 從其他的學術抽掉 你會發現西洋文化好像抽掉數學之後就變得很少 你很難說他有一個什麼系統 你會看到一個一個的現象是連不起來的 雖然你可能很會做 你可能很會修理冰箱 你可能很會修理電器 但是最後你會發現 拿掉了馬克思威方程 電學剩下什麼 拿掉馬克思威方程的電學 很恐怖啊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牛頓定理 沒有維基分 沒有馬克思威方程 物理還剩下什麼 這樣抽掉數學的科學到底會留下什麼 抽掉數學的科學能不能支持現代社會 讓你發展出同樣的技術水準 有些人或許認為可以 但是我覺得那很恐怖 西洋文化如果跟中國一樣只注重實用 而不去發展數學的話會怎樣 歐洲文明能夠發展到像今天這個程度嗎 如果我再念一次中學 我應該不會那麼注重考試 我現在看到我兒子還是一直在考試 我又覺得好像跟我那時候是一樣 昨天我看他的考卷 我覺得不會耶 老師都挑難題給他做 所以我現在47歲 其實我們不需要考試 所以我們沒有那個壓力 那我們可以玩自己想玩的東西 那如果你今天你從大學 你就開始玩自己想玩的東西會怎樣 有一個很大的可能就是 你最後會避不了業 你會被當掉 但是呢 我覺得或許這樣才是比較好的 OK 那其實現在要畢業不打 但是你要能夠喜歡 做喜歡做的那些東西 花力氣去做 不容易 因為你會一直受到其他的影響 那你會看到 我們其實做了很久之後擺脫了這個東西 擺脫了什麼東西 擺脫了外災的元素 我什麼時候擺脫這個元素 就在我從急診室被救回來的時候擺脫了這個元素 各位什麼時候擺脫這個元素 不知道 搞不好你一輩子都不會擺脫這個元素 但是當你擺脫那個元素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世界變得很有趣 那我們沒辦法 我們那些時間已經浪費掉 但是你們應該不會還有機會決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比較重要 比考試重要 你要去欣賞各式各樣的學問和技能 然後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比較重要 那如果可以留更多的時間 我會盡量留時間給大家 所以我常常看到 很多同學上課的時候就坐在最後一排 或這旁邊一排 這我都是OK 我覺得留空間給大家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喜歡聽的就來聽 OK 好 好 那這就是我要講 那抱歉我佔用到了 我們今天特別來賓的時間 所以 那就 換 我們邀請魏里謙 來幫我們講一下 有關於我們上禮拜 討論的那些東西 然後得到的一些結果 然後還有魏里謙本身自己的想法 OK 那我先把這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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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